主料,鸡蛋一个,密放200克,辅料,油,盐,葱,准备时间,10分钟内,制作时间,10到20分钟,主料,盐,葱,胡椒粉全部混合,可加少量面粉定型,但不要多,锅里热油,用勺子撑到锅里,开小火慢煎,待定型后反面,煎好,特写,三个摆盘, 三,浇上蚝油或酱油,有海鲜酱的浇上少许也不错,烹饭技巧,没有什么技巧,只是剩饭换的可做法,提醒两点,一米饭若是从冰箱拿出来的,最好几微波炉的打两下,二少量面粉能定型,但若放多了米饭会不热,三,由于米饭和蛋液在煎制,尤其在翻面滴时候极其容易碎裂, 可以用一点面粉兑水,搅成面乎,盖在破裂的地方加以修补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放闻TT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